另外这位老师到底有没有失职 台北县新浦国中规定说 学生不能穿黑袜子去上学 结果有一位导师就说 你如果穿黑袜子来学校 就要把黑袜子脱下来 丢到一个纸箱里面 然后再把它抽出来穿回去 这样子的袜子大风吹 让学生有人说他们得了香港脚 非常的不满就向教育局来投诉了 不过校方调查之后澄清说 老师是有这样子处罚了 但是并没有要求学生 把黑袜子给穿回去 搭起长裤有同学穿白袜子 但也有人违反了校规穿黑袜 但是如果穿黑袜子会怎么样 按笑吧 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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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点处罚 不过却有一名料性导师 为了惩罚违反校规穿黑袜的学生 居然要同时的挽起袜子大风吹 他不会特别去检查 他发现孩子穿了黑袜子 他会让孩子把袜子脱下来 然后放学后再领回去 就只是这样子 但是并没有所谓的说 让孩子去大风吹 然后挑自己的 挑不是属于自己的袜子 然后再穿回去 老师就是因为违反 老师把他袜子收起来 你觉得这样子 再拿回去穿 你会不会觉得 有点恶心 穿别人的黑袜还真的有点不卫生 有同学不满 这名料性导师要学生脱下自己的黑袜 和别人的黑袜 稳在一起 投诉教育局还说有人因此得到了香港脚 他们并没有把袜子再穿回去 老师也没有要求他们要把袜子穿回去 所以并没有说有得香港脚这件事情 校方调查后澄清 强调可能是因为这名导师比较严格 才会引起学生不满遭到投诉 而学校会规定学生不能穿黑袜 只希望学生能够专心课业 但出现了另类处罚 学校遭到教育局关切 现在对不少学生还是穿着黑短袜 以长裤遮住 校方未避免风波再起 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位新闻 杨安杰鲁台北报道